晚安 您好 歡迎收看10點不一樣 我是李作恆 首先要帶你來關心的 還是俄烏的最新狀況了 俄軍是猛攻了烏南的奧德薩士 而且這一次特別的是 他們採用了雙擊的戰術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先用第一枚的飛彈襲擊 造成平民的傷亡之後 再用第二枚的飛彈 轟炸趕到現場的救難人員 而這也是這個地區 第一次遭到雙擊的攻擊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而隨著整個戰勢的延長 國際社會現在也紛紛出現了 援污遲疑的聲浪 我們就看到歐盟的外長波瑞爾 他就提到說 俄烏戰爭的結果 很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就會決定 所以呼籲西方的盟國 要趕快提供援助 但是在烏克蘭方面 也可以看到有攻勢 像是俄羅斯正在舉行的 總統選舉投票 就傳出有投票所遭到砲襲 這個地點是在赫爾松州的投票站 而且是有人員因此受傷的 俄羅斯總統普欽稱 這是烏克蘭對俄羅斯境內的 軍民進行打擊 目的就是要破壞他們的總統選舉 但其中有95%的襲擊 是被俄軍防空系統攔截阻止下來 雖然說他認為 不會影響到俄羅斯的大選 但是在這個同時 也會對烏克蘭方面的行動 來給予回應 只是其實俄羅斯 不只是這個砲襲 還傳出了多起的抗議行動 包含是對投票所 投擲汽油袋 還有人是把顏料倒入投票所等等 不過俄羅斯政府都說 這責任是境外實力 監視器畫面裡 這名女子拿著汽油袋 奮力一丟 一次不夠再扔第二遍 投票所的火也越燒越大 接著女子往外跑 被這幾名男子合力壓制 門口稍微痕跡 還看得一清二楚 俄羅斯總統大選 聖彼得堡投票所 有女子丟汽油袋 但這不是唯一意外 中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還有投票所疑似被波 毅然一體燒了起來 選物人員趕緊拿滅火器 至於首都莫斯科 不止一個透明投票箱 被倒了綠色或藍色顏料 犯案畫面都被監視器拍下來 俄羅斯中選會主席 氣到連話都講不好 各地出現干擾選物的破壞行為 最高刑期可能被關五年 在政府眼中 包括幾天前 邊境武裝衝突 都是境外勢力惹的貨 普京本人早在星期五第一天 就在辦公室裡遠距網路投票 只是反對他的聲音 似乎不會全部消失 這次大選投票將持續到星期日 為期三天呈現俄羅斯獨特風格的民主 第一月新聞綜合報導 好 即便有這麼多的爭議 但是眼下俄羅斯總統普京要連任 已經幾乎是預料中的事 只是關鍵是會如何牽動俄烏戰爭呢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記者理解 俄羅斯總統大選普京的支持度 來到了百分之八十七 如果他繼續連任的話 接下來這烏俄戰爭 還會怎麼樣子進行呢 我們來看根據統計 他選前的民調支持率 來到了百分之八十七 因此當地的專家就預估 他最終得票率至少也有八成之多 那我們來看這次 他們除了在俄羅斯當地 來舉行選舉選舉投票之外 也包括在烏克蘭 俄羅斯占領的地區 他們也有展開選舉 包括在對內刺客 古竿斯克 赫爾松 還有扎波羅熱 而且這次的投票 會從三月十五號 到三月十七號為期三天 到週日才會結束 不過這次 他們竟然也在烏克蘭地區 來舉行投票 甚至在這個二戰區 強制投票 選務人員把這個票軌 都搬到居民的家門口了 不過其實在烏克蘭的 烏東地區 其實因為歷史的因素 其實有很多的居民 是覺得是有支持 這個普京的 主要也是因為 希望整個戰爭趕快結束 不過在歐美的專家 他們就有分析 如果普京連任的話 將會動員數十萬的後備軍 這個烏克蘭的戰爭 恐怕會是更加的不樂觀 甚至他們也分析 如果普京連任的話 會有三個走勢 第一個就是基因階層 可能會被鞏固 那我們看到 在烏二戰爭開戰之後 其實基因階層 幾乎都還是照樣領心水 幾乎不用去打仗 他們也認為說 如果整個戰爭結束 他們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了 再來就是烏二戰爭 可能還是會持續的加劇 因為其實普京 他是不會認輸的 如果真的要停火的話 可能也是要看烏克蘭的妥協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發生 最後專制統治 還會再持續加劇 我們來看 其實普京在俄羅斯 其實已經擔任了 四屆的總統 如果再一次連任 就會是第五任 這個烏二戰爭 接下來怎麼發展 也非常的關鍵 提到了烏東地區 就不得不來看 烏克蘭撤手阿夫-迪夫卡之後 在東部的前線局勢 是異常的嚴峻 甚至有官兵就透露 很多的單位內部 是弥漫著阿夫-迪夫卡 受印 因為他們認為 浴血奮戰 只不過是政府 高層互鬥的棋子 這也奏成部隊士氣低迷 翻譜前武裝團體 俄羅斯志願軍公布影片 聲稱在比爾哥羅德州 和库爾斯克州 兩個地區發動跨境攻擊 在俄軍幾乎毫無防備的情況下 順利攻下一座村莊 俄羅斯志願軍發言人 巴拉諾夫斯基表示 這次有三支部隊參與行動 分別是俄羅斯志願軍 自由俄羅斯軍團 以及西伯利亞營 組成聯合部隊 在夜色及坦克的掩護下 乘坐裝甲車 在目標區邊境會合後 再以步行方式 悄悄接近俄軍 並且展開激烈戰鬥 路透社的報導表示 聯合部隊從不同方向 攻擊俄羅斯的兩個州 一股力量攻擊 比爾哥羅德下轄的 聂霍傑耶夫卡 另外一股力量 則推進库爾斯克州 邊境的迪奧特基諾 其中在迪奧特基諾的戰鬥中 部隊以優勢火力 摧毀俄軍一輛裝甲車 順利取得控制權 至於在聂霍傑耶夫卡方面 則是破壞了營區內 多項軍事設備後 撤出戰鬥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 以嚴厲的口吻 痛批幾支 來自烏克蘭的敵后 破壞組織及亡命分子 在聂霍傑耶夫卡 發動企圖入侵 俄國領土的武裝行動 經過軍方 聯邦安全局 和邊境管理部隊的 攜手合作 擋住對手四次攻勢 再立即五個多小時的交火 最終俄軍已 殲滅上百名武裝分子 並且擊毀 至少一輛坦克的情況下擊潰來敵 對於俄方的說法 俄羅斯志願軍發言人 巴拉諾夫斯基表示 俄軍的確加強了 比爾哥羅德的防禦 卻失去庫爾斯克地區的 一處據點 而且呼籲俄羅斯民眾 別去投票 更要求國際社會 不要承認普京的總統身份 表面上看 這一次跨境作戰 是反普京武裝 向俄羅斯民眾 傳遞總統選舉的不正當性 試圖阻撓票投普京 衝高投票率的可能 只是這項行動 明顯難以撼動 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動員 令人好奇的是 既然明知不可為 卻為什麼非得硬著頭皮做 專家認為 反對普京繼續執政 只是對外宣傳的口號 實際上 三支武裝力量 應該有所計畫 想在俄軍後院點火 以緩解烏克蘭的戰場壓力 因為阿富汀附卡失守之後 烏通前線情況緊急 許多作戰單位 得不到有效的修正 幾乎瀕臨 崩潰的邊緣 阿斯姆特就說 很多弟兄私底下把這種情況 稱之為阿富汀附卡效應 指的就是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 他表示 部隊進駐阿富汀附卡之後 俄軍光是使用 華翔炸彈轟炸的時間 就超過一個半月 當時烏克蘭官方報導的 數據顯示 每個月有600枚航空炸彈 落在阿富汀附卡 由於他很好奇 這個數據的正確性 所以他趁著執行 衛少勤務的時候 特意算了一下 結果當天 俄軍就扔了72枚 而且這種華翔炸彈的 威力很強 即便像阿富汀附卡 這麼堅固的堡壘城市 都禁不起俄羅斯的 狂轟爛炸 更何況 束手在這裡的部隊 既沒有充足的彈藥 又缺乏地捕的兵源 多重壓力下 讓很多官兵 存在悲觀情緒 另一位住房在阿富汀附卡的 士兵奥兰也說 每次他們還擊一發炮彈後 俄軍馬上會有八到九發的火炮回應 這種比例上的懸殊差距 經常讓兄弟們感到是不是被西方陣營和軍方高層所遺忘 他們就像無人聞問的孤軍一樣 留在隨時準備為國捐躯的斷垣殘壁中 他說其實決策階層本來可以很快做出決定 以保持大多數單位的有生戰力 但是不曉得為了什麼原因 長官們遲遲不能下定決心 一直到了2月15號 部隊才接到撤手的命令 要求他們在夜間從難易的據點離開正常 雖然高層終於下達了命令 但是在這麼短時間內 要撤出這麼多單位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沒有行動能力的商兵 幾乎沒辦法跟著大部隊一起離開 但是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他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曾經生死與共的同袍兄弟 被留在臨時的野戰救護戰內 絕望無助地等待難以預測結果的命運降臨 雖然烏克蘭官方宣稱 撤軍行動順利完成 不僅保存了大部分戰力 還重創了進攻的二軍部隊 可是烏克蘭沒說的是 阿富提布卡效應確實也影響了各級部隊的士氣 根據多位西方官員及分析師的預測 烏克蘭2024年在戰場上 可預期的最佳情況就是守住戰線 至於會不會出現比這更好的突破 紐約時報並未給出答案 或許在烏克蘭政府心中 也已經早有定見了 接下來要看到是以哈的衝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還是沒有達成停火的協議 倒是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他先批捐了 說接下來以軍會對加薩南部拉法市展開軍事行動 而這個地區是多數飽受戰爭摧殘的加薩軍民 尋求庇護的地方 以色列方面 他們就聲稱已經準備讓平民來疏散了 但是還沒有交代執行軍事行動的確切時間 外媒則是引述消息稱 這也讓哈馬斯和胡賽組織是罕見的商討了 合作以及協調如何對抗以色列的行動 只是中東的局勢越發緊張 胡賽武裝組織就宣布 將要襲擊行進印度洋 使向好望角的船隻 而且可能不限制是在英國 或是美國以及以色列的船隻 這代表著攻擊範圍擴大 有長期研究伊朗問題的專家就說 他認為胡賽武裝確實有能力 向印度洋發射導彈 這關鍵就是取決於何處發射 是不是部署在印度洋和雅丁灣的交會處 但是面對戰事這樣的發展 哈馬斯的官員在接受CNN的專訪的時候 就痛批以色列的各種軍事行動 只會危及到自己人質的生命安全 子彈一發接著一發 坦克車裝甲車在廢墟碎片堆裡 壓扁僅存幾棵樹 以色列軍秀出加薩作戰畫面 現在更傳出總理納坦雅胡 批准以軍攻進拉法 作戰計劃是批准了 但什麼時候執行沒有說清楚 哈馬斯官員接受CNN專訪 痛批以軍是在傷害自己的人質 這位官員承認 他們目前無法掌握所有人質所在位置 記者又提到 聯合國控訴 有女人質遭到性侵 全盤否認指控 其實到現在 哈馬斯還是堅持 去年10月7號 越界攻擊平民 是反抗以色列佔領的正當手段 現在正值伊斯蘭摘戒約 耶路撒冷卻是草木皆兵 越旦河西岸的穆斯林 想到耶路撒冷艾格萨清真寺禮拜 卻被持槍警察攔下 衝突緊張 從加薩往外蔓延 TBA新聞中央報道 事實上以哈曾就停火來進行協商 而哈馬斯的提議是 停火6隻欧 釋放42名的以色列人質 這是為什麼最後還是破局了呢 更多內容要再交給李傑 以哈戰爭持續不斷 而哈馬斯現在呢 也提出了停火換球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哈馬斯界的主張 就是在加薩地區 來實行6個星期的休戰期 當中呢 他就希望能夠釋放42名的 以色列人質 來交換了大概是50名的 這個巴斯坦的囚犯 不過我們來看 這個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 他就說哈馬斯的提案呢 幾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要求 他就說以色列堅持消滅哈馬斯之前呢 是絕對不會輕易結束 這一場戰爭的 其實我們來看 為什麼以色列是會拒絕 像這樣子的停火換球呢 我們就來看他提出的提案 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首先他就說釋放以色列的這個人質 包括是女性兒童長者或是病患 來換取這個巴斯坦的囚犯 而現在呢 這個巴斯坦囚犯大約是700到1000人 而當中呢 終身監禁的大概也有100人左右 那麼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以色列為什麼不買單呢 就有專家分析說 是因為哈馬斯要求釋放的 都是一些備受矚目的囚犯 那如果這些人釋放出來 會不會引發更多的爭議 下以哈戰爭持續到現在都還沒有停火 這未來可能還要再僵持一段時間